广东是中国的出口贸易大省,每年国内的进出口贸易,广东一个省就占到了界四分之一,近段时间中美贸易力演变,国际环境不断变化,外贸行业成为了经济界最关心的领域,贸易关税,企业成本,商品价格,成了市场最关心的热门词汇。 广东进行外贸出口的一线生产企业,现况如何?一线最前沿的生产厂家,又是如何看待突如其来的市场电话呢? 一百多人小厂设备出口到八十多个国家技术新进订单不愁早上八点钟,在广东佛山瑞普华的厂区门口,早早就停放了两个二十指的货柜,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的打包装货,这些设备是马上要出口到不同国家。 去的食品自动领料机,从经理肖广文介绍,目前他们的设备,能出口到世界八十多个国家,包括美国,摩洛哥,密西利亚等国家。 其中,广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居多一些,肖广文的厂子并不大,员工也才一百多人,但他们每天的生产开足马力,订单不断。 这其中的原料一方面是来自国外的订货量比较多,另外一方面则是企业,还要满足国内日益激增的需求。 2008年我国烘焙食品市场逐渐复苏,产量急增,也是从那年开始,我国工人工资快速上涨。 由此,企业对于烘焙食品自动化生产线的需求也开始大量增加,原本从事食品包装的肖广文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需求,便开始做起了自动化领料线制造领域的产品研发。 结合广东人爱喝早晚茶,又喜欢广式月饼做糕点的生活习惯,他们的第一款产品,就是专门为月饼生产厂研发的自动化生产线。 当年刚刚入门,极高精度是他们设计和产产中最大的挑战,经过不断纠错更新,月饼生产的理量设备,很快被研发成功。 月饼在传送带上被精确地传递到指定位置,随后定位包装,而操作工人只是进行设备运作的实时监控,就可以高效完成烘焙食品包装。 以前的食品厂不仅要用大量的人工做包装,人力投入大,生产效率也不高,而且联手接触食品还容易出现二次污染。 而这些问题全在自动领料线,被引入后很快就解决了。 除此之外,理量计最大的核心优势,是用自动化技术代替了人工,过去一条食品生产包装线需要十几名工人,一家企业最少要安排三条包装线,至少需要五十个工人。 如今只需要五到六名工人操控机器,人员成本减少了将近80%,而且自动生产线还可24小时不间断作业,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随着食品包装工作的不断展开,肖广文的公司也开始深入研究各种空焙食品的特性。 饼干一碎,蛋糕一破,杀起码一扎粘,面包一变形,因此,自动领料设备,需要针对不同特性,定制解决方案,对于下游食品企业而言,自动化领料设备,能为一个小型工厂,每年节约一几十万的用工成本,为中型企业减少上百万的成本。 虽然部分关税壁垒,国际环境突变,的确会给企业带来很多麻烦,在作为创新型企业,肖广文并没有过度担心。 他告诉记者,如果过度依赖单一市场,而且产品传统单一,成本又高了,确实会在汇率变化,关税变化,贸易政策变化面前提予应付。 但依靠技术创新的企业,只要产品好,从来都不求销路,眼下,不仅国内众多知名的食品企业,都在找销馆文订货,国外多个国家的厂商,也成为了他们长期的合作伙伴。 企业创新的自动领料线,现在平均月产量60条,对于这家规模不大的制造企业来说,这已经是达到了紧喷的状态。 机器指挥人工作150人,能干1000元的活出口80多个国家,加班加点生产。 在国际环境不断变化的眼下,这家食品理料机的工厂,很让人意外,但这就是真实代表这眼下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效果。 除了创新的领域,最传统的领域,情况又会是如何呢? 广东是中国最大的家具出口基地,一说起家具,大家都会想到它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出口量大,利润却微薄,但记者走进广东的一些家具厂时,却发现最传统的外贸出口领域,眼下抵抗外部环境压力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 记者,来到位于广东佛山南海区的一个家具厂,车间里看不到一组成型的家具,也没有轰鸣的机器声和工人繁忙穿梭的身影。 一般的工厂里,都是工人指挥机器,而在这里,则是机器的指挥工人。 细看每一间摆台上,都贴有一个二维码,机器扫一扫二维码,就能自动进行下一道工序制作。 而工人只是听命显示屏的相关信息,通过一张二维码,一块黄色的左侧板台被开了,封边,钻口,开槽,最终进行包装。 这个流程前后5到5分钟,那么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完成的呢? 如果说智能化设备是一家工厂的身体,那么软件操作系统就是大脑。 在博山围上家具制造有限公司的一楼大厅,有一个云设计的屏幕,不断实时收集家具设计师,未成功客户提供的设计方案。 在云设计中,这些方案又被转化成一个个数据,被用于分析究竟具备怎样特征的空间设计,才却受客户喜欢。 一旦设计方案通过,客户签订合同,订单分析系统会对所有的订单进行拆单。 如果把整个软件系统过程比做接力赛,那公司工艺技术中心,就是接力赛的第一棒。 他们通过三笔模型,一比一的把客户需求的家具造型复原,然后再进行数据化,最后要拆成一个个能生产的单子。 在工艺技术中心依托仿着和虚拟设计制造,把每一个家具拆分,为可工艺化制作的单子后。 接力棒的第二站,生产计划调度中心,要开始进行合办。 在这个部门大家就像合并同类像一样,对同类型同材质同厚度的板材进行混合排产。 佛杀为上加剧制造有限公司生产机,化调度不经理时之心,大概是60到70个电单。 我们会排成一个批次,首先把它整合在一起,通过我们自主研发的排查软件和打数据的运算,生成相对应的批次文件。 将客户定制所需的生产信息,转换为数字信息,通过服务器传送至生产机器,每制作完成了一项公式。 就会相对应形成一张二维码,要在组合订搭的过程中,会对同样需要某一类板木的订搭进行合办。 然后,以至这些新的组合,运用到相同的材料上进行切割生产。 拿生产一个筷子为例,配合其他板材生产它的流程,不超过24小时就能完成。 而加工好的板材最终会在消费者家里装成家具,不管消费者有什么样的需求量,这个现代化工厂都会在10天内生产出来完成交货。 正是前期的市场需求和这些数字化信息化处理,让这个现代化加工工厂,一定可以生产出10万个板材部件。 上品财配集团副总裁为上家具总经理离干,传统模式处理10万个部件,大约在1000人左右,目前我们看见的是150人左右。 10年前的基建规则是8分钱一米,他们的薪水大约是1300块钱左右。 今天这个时候,大概是6分钱一米,但这个工序的员工,大约是在6000块钱左右。 效率也提高了很多,成本急剧下降,产品精度和质量在大幅提升,企业利润润也在不断上升。 在广东的家具生产企业里,这已经是实实在在的现实,极尽其能地把每一块板材的利用率达到最大化,减少浪费降低成本,优化生产流程,已经成为工厂的一种常态。 佛山为上家具制造有限公司的工程师,在传统德国雕刻机的基础上,经过三个月的技术攻关,成功连发出了双头切板机,用了新设备。 佛山为上家具制造有限公司的板材利用率,可以提高到93%,利用率提升1%,这个科技上的创新。 对公司来讲,最直接的效果就是节约1000万元的成本,一个小小的发明改进大大提高了外财利用率,高智能大数据下,集成系统对机器加工信息,实现了透明化。 对美台设备的工作时间,生产数量,工作状态等信息实现了客室化,正是企业有了这些真本事。 这家广东最传统的家具生产企业,也进入了成长的快车道,去年一年家具的年产值突破40亿元,谈起眼下市场上最热门的关税,贸易壁垒这些词汇和新闻。 黎道告诉记者,他们的确在密切关注着国际市场的变化,但企业对接的市场,绝大部分都在亚洲和东南亚地区,因为企业的智能制造提升了产品的品质,尤其是大幅降低了人工成本。 因此,这些优势,其他地区的家具生产企业,一时间是很难超越的,现在他们的出口量还在稳步攀升。 对于未来,国内2000亿元的私人定制细分市场,以及亚洲和东南亚广阔的市场范围,离敢坦言,新年它有信心实现企业50亿元的新成绩,不深入到生产一线。 中国经济很多正在发生的新故事,并不是人人都知道的,很多人的印象里,广东这个出口大省,留在人们心里的估计还是服装衣帽,香包塑料这些外貌产品。 广东外贸的印象,还是原来那种含量的打工者,来聊家公正取微博的外贸利润的场景。 但是眼下的现实已经告诉我们,世界上很多区域的生产企业,想要追赶上今天的广东制造业,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企业创新带来了新的国际市场,而身后强劲的国内市场,也已经成为了中国制造最稳妥的大后方。 市场经济免不了风吹雨打,没有自权强劲建股,才能最终应对自主。 中国制造体制增效强劲建股,则编,五亚东。